巴 南方保身佛 扎 西方阿弥陀佛 那 北方不空成就佛 这个做一念 你看 Om A R A B A Z A N A D 一个人全去360度就给你抱起来 对不对 我今天为什么要教大家这个 请问这个光除了被动的你戴口罩 但实际上这个瘟疫 它是属于我们现在说 微生物的角度上说它是病菌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 我们人欠他 我们人如果不欠他 这个世界病菌多的是哪 对不对 你不欠他 他病菌就在你身上 他也不会要你命的 你甚至我们人活着还就是靠 就靠 靠微生物活着的 靠微生物活着 你吃饭啊 喝水啊 实际上也是在喂微生物 饭啊 水啊 你吃下去了 你靠什么转成煤啊 你靠是转什么 就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 你靠什么转 就是靠微生物在转 所以微生物能让我们活 微生物也能让我们死 那这个活和死之间的 业力的纽带是什么 我们人如果像天地一样 有好生之德 那我们这个好生之德 它自然就是自我张扬的 你对世界的态度 你对其他生命的态度 就是你自己的命运啊 所以吃素是很重要的 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沪池印证经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自账号5-104-8481-194-9181-194-8701-194-9882-7883-7881-7882-107-283-183-7881-8882-107-5882-5881-8482-154-882-5882-107-882-8883-4881-8882-5882-9882-6882-8883-8把梦线索一帆得上去 我們再看 二十一頁 以二尊聖大用 所以我們在戒法當中 能夠好好運用 經典上都講 很多的功德 很多的利益 所以華元晶雲 據主受此為以教法 行六合經 善欲大眾心無憂悔 去來經我所說 正法不為其教 能令三保不斷 法得九諸 那我們 這個 自己受戒持戒 行六合經 不會 產生憂悔 就悠悲苦惱後悔 那這樣也能夠令 這個正法九住 三保不斷 所以 《月登三妹經》也講 雖有色主其多聞 肉戒至尤禽獸 如果沒有戒律 沒有這種智慧去持戒 雖然你的種族高貴 多聞 智慧變才很高 但是呢 沒有戒律就是 你沒有這些道德的鬼患 沒有子惡修善 這種清淨的人格 那 說的跟做的都不一樣 就好像禽獸一樣 雖處悲下少聞見 能此境界明盛世 他能夠持戒啊 那這個是 非常殊勝高貴的 雖然他的種族啊 是悲下的 或是呢 他沒有你那麼多聞 那麼多變才 可是他是 這個人格高貴的 道德崇高的 所以涅槃經 遇見佛性正大涅槃 必須身心修辭境界 若辭是經而悔境界 是某眷屬 非我弟子 唯不聽授此是經 涅槃經福利談場啊 然後正大波涅槃 顯露出我們本有的 清淨光明 自信啊 佛性啊 他反而更強調 你這個基礎啊 你這個基礎啊 要做好 或者不是我弟子了 所以大波波羅蜜經 也講啊 這個 我們呢 這邊呢 他就講啊 而是最聖 這是一個天子吧 他就問佛啊 說諸菩薩摩薩 要修學 這個聖聖波羅波羅蜜多 我們這個心啊 要原念在哪裡 哪個是我們心的正路 哪個不是我們心的正路呢 所以佛就告這個最聖天王 所以菩薩要修學 這個聖聖波羅波羅蜜多 要心正無亂 我們在修這個思念柱啊 身受心法 我們呢 安住在這個 所言上 那觀我們的身 觀我們的心 觀我們的法 觀身不敬 觀受受苦 觀心無常 觀保護我 你的心念都在修這個觀 那修這個觀當下呢 你就要處理一切的 你看修身 修身 出理我們身的貪欲 不敬 修呢 這個心啊 觀心無常 我們的心不要執著在 這個境界是永久不變的 所以是無常的 是會敗壞的 觀保護我 這個 無我是總相 所以到最後是入這個總相了 身 身是不敬的 你要遠離他 啊 所以我們的心 啊 也是無常的 你要遠離這個執著 我們執著就會攀遠 攀遠一個東西 我們的心只要攀遠一個東西 就是有一個東西 我們就馬上 存在 不變 具體 時時刻刻 它應該有 其實我們 我們凡夫我們欲界重生 是這個思想 所以為什麼講說心 觀心無常 你要知道你心一攀遠一個東西 那個相狀 那個實性啊 是會敗壞了 是不可得的 那個是假的 要一直去掉這個見 這個習慣要改變 到最後才有辦法入這個總相 這個總相是觀法無我 入這個無我 就是能觀跟所觀的 通通破除 它的 它的假想 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分別了 無我 破一切執著了 當然這裡呢 因為 人無我 法無我 就看我們所修的 同樣在修世念著啊 菩薩一樣在修世念著觀 神文人一樣修世念著觀 那是看他用的心 他所修觀 用的心 他又要利益眾生 他用的心 他修了觀的那個方便 那方便善巧不同 同樣是修世念著 修世地 但是呢 菩薩所修的 他那個智慧跟他的觀法呢 更高了 當然他是講無我 但是菩薩他可以 再更深觀 一切法無我 人無我 一切眾生也是這樣 那所以 那所以 我們 別相觀 總相觀啊 可是你的威夷 你的行住作物啊 你還是在戒上 所以 這個菩薩在修這個觀的時候呢 他一樣啊 我們 你看你的 我們的 我們說 觀生不盡 身受 酸受是苦 這是呢 有行可得的相 觀心無常 這是不可得 無行的相 這兩個 你都不可以执著 所以世間法裡面我們 有行的 無行的 啊 你都不可以呢 执著了 你都不可以呢 認為有這個相去貪 啊 去呢 分別 那 那 才有辦法入這個 無我相 那所以 都要遠離 所以 有行的 我們在 得到利養 得到 人家的恭敬 這有行的 你可以 見聞覺知的 你也要遠離 因為身體都要 自己的身體都要遠離啊 不要說其他有行的東西 所以其他有行的東西 明文立養 得到的 得到的所有的 啊 這些呢 財物 我們也要遠離 那些疾險 遠離呢 啊 那些呢 知作啦 貪念啦 所以文說立養 心不貪然 所以如是尊人 戒經當中說 說 戒經裡面說很多啊 這邊是講總相 聞到利養呢 心也遠離了 因為那是有行的 所以 戒經就戒律裡面談的 啊 死衣住行啊 啊 種種的串音吃飯睡睡覺啊 乃至種種的那個 那是在叫我們呢 啊 維系的 要叫我們遠離 啊 叫我們出離呢 那個 那個過失 我們會有貪然 貪然呢 某種的境界 每一條界 有不同的境界 或是稱會 或是愚痴 你會有一些過失 你要遠離那個過失 啊 那擅自意念 離諸煩惱 你這樣才有辦法 啊 從遠離當中 從每一個別 別相 所以在戒經裡面都在談每一個別相 你要很廣漫 你要很廣漫的別相呢 種種為什麼要講那麼複雜的界相 這樣我們的心 啊 你才不會呢 啊 有時候自在 有時候不自在 你有時候自在 啊 啊我關無我啊 啊我關空啊 啊我入禪定啊 你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時入空 入禪定嗎 不可能 你出定了怎麼樣 你不關了怎麼樣 你不是在十一處行 行住坐貨當中嗎 在這個當中 你還是要關啊 還是要處理啊 那這個就是戒經所講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 我們還沒有正入果位之前 我們不可能二十四小時 都是在無我 都在修關上 不可能 那你沒有關的時候在哪裡 在戒律的相狀上 那你也一定要處理啊 所以你要善自意念 你要意念這個階項 因為這裡也是你跟你修關有關係的 所以啊 他就告訴天王啊 說 就菩薩摩薩修 這個聖聖波羅波羅蜜多呢 他怎麼樣修這個法念處 那我們呢 菩薩呢 應該如死之世間所有的惡不善法 貪嗔吃所有的煩惱 要去對峙 而且呢 你要修呢 怎麼樣的對峙差別 每一個對峙差別 貪嗔吃每一個對峙差別 戒律裡面呢 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 就是對峙差別啊 這個定戒應該怎麼樣做 不管是比丘戒 菩薩戒 都有產生貪嗔痴啊 還有其他的煩惱 你怎麼樣去對峙差別 什麼樣可以做 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遮 這裡就是對峙差別 就在戒經裡面講 所以 如此之以啊 集回起念 不行 比法 一令他贏 我們就 我們就起這個正念呢 不會落入那個 煩惱的法 我們有對峙了嗎 而且也幫助別人來 離開那個煩惱的法 所以 他就 說啊 這個天王 我們如果修學這個 甚深波羅波羅密多 你怎麼可以對這個境界呢 起這個 攀遠的 不正念 起這個念 你遇到這身相會出法 你怎麼可以起這個 貪愛啊 愚痴啊 你生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察覺 這是不善 你馬上就要觀 這是不善 馬上知道 這是貪愛 我的心喜歡這個了 馬上知道 這是一個境界 這個境界 是有形的 是無形的 一定是有過失 這是貪愛 我如果貪愛了 我就執著了 執著了 我就迷妙了 那我就墮入了 煩惱當中了 我就造業了 所以啊 這個 世尊就講啊 放過了 我們菩薩啊 這樣呢 自己不肉絲 不執著這個境界 令他人也可以知道 那你要知道 種種的對質差別 前面講的 那就在戒經裡面所講的 所以 天王 諸菩薩摩薩 他行生 這個波羅波羅密多的時候呢 他念佛 世尊所受的境界 為什麼 因為三世諸佛都學這個界 才有辦法成無上 絕 正大念碗 我們剛才講 因為我剛開始修學 你不可能一下子入聖身波羅波羅密多 沒有 你修官的時候好像可以 相似 但是你出官 你不修的時候 你在哪裡 很現實的 就在四項上 你沒有在官 你法無我的時候 那你就是在身跟受上 身受就落入境界當中 所以不能夠只談總相 有時候我們談總相 無我 無我所 都是談總相關 那請問 那你個別的境界 個別的相狀 十一柱形 行柱作惡 你有辦法也是可以無我嗎 寥寥分明嗎 不可能 所以個別的境界 一樣要修那個官 那個官也相應無我 為什麼 因為我在色身相位處法十一柱形上 我寥寥分明 不落入 貪圓 執著貪戀犯戒 激險 那這樣我的心不貪著 不貪著就是無我 還是回到總相 所以為什麼在界上會談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主要目標都是在修聖聖波羅波羅密 但是這兩個要互相 就是 總相跟別相要互相起觀 不能夠只在總相觀 我讀官當然喜歡觀法無我 但是為什麼 波羅經還在告訴你 你要知道對字的差別 否則還是不能夠成片 我們不能夠成片 我們自己修定就知道了 不能夠成片 原因 原因就是你還要知道這個基礎 所以啊 佛就講了 我們來菩薩修波羅波羅密的 為化有情及自修 那我們要少欲洗足啊 著份少依 心腸清潔 性力堅固 您知生命於界不犯 那這些的道理就是在這裡 所以一樣呢 這個 戒律裡面它就是會通入 讓補助我們 讓我們呢 修這個波羅波羅密多的時候 你不會再去攀遠 再去呢 起這個 色身相會觸法的境界呢 被它迷惑啊 不被迷惑 你才有辦法呢 射心正念在波羅密多 那個力量才會夠 所以後面呢 明瞭論啊 薩波多論啊 也都講呢 戒法呢 那種呢 功德萬善啊 乃之呢 四分率呢 講呢 這個自戒實力啊 這些呢 都是我們呢 很多呢 都了解的 好 這些呢 不多說了 看假三 那我幾個觀念 尤其是我們出家人 應該修正之觀念 我舉幾點 以一 小小戒可捨 那有人一定會問啊 我只要學好好的 那些呢 根本的戒法啊 有些是隨方比尼啦 隨方比尼也是佛說的啊 我們這個地區呢 有些時代不一樣啊 我們呢 穿襪 穿襪子 戴帽子啊 穿海青啊 我們披著袈裟 有些都改變了啊 那學環比尼呢 那各部律呢 有時候也不大一樣啊 小小戒呢 世尊也講過了 我們是不是呢 也可以這樣啊 這個小小戒呢 到底是什麼是小小戒啊 這個 有些從呢 下三篇的 有些講到上二篇的 都是小小戒 假設尊責呢 不能夠決定 所以他全部把它保留下來 那搞不好我們上二篇也是小小戒啊 所以法師你不要講那麼嚴重了嘛 我也很喜歡 最好都不要講 我就可以呢 省力氣 不會呢 一頭兩頭到 一天會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什麼 你可以捨 我也可以捨 這個三團也可以捨 今天你捨哪一條戒 明天我捨這一條戒 捨掉了以後會怎麼樣 會非常happy嗎 很快樂嗎 不會的 你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了 我們盡量捨 什麼都是小小戒 盡量捨掉 你說我很快樂 沒有束縛了 你再多待幾年看看 我們剛才講 沒有一個所緣禁 你說我都自在了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叫我一個一定的範圍 我就可以天馬行空了 錯了 就開始產生煩惱 因為呢 捨棄了以後啊 你怎麼止惡修善 對峙煩惱 什麼叫做煩惱 你怎麼有個標準來跟他間別 什麼是犯戒 什麼是慈戒 什麼叫做煩惱 那是用我們熟人 繁複的觀念在制定的 那你怎麼有辦法解脫 都是我們 凡夫啊 現在戒法的標準是聖人講說 這個是犯戒 這個是慈戒 那是聖人的標準呢 這樣才叫調府 這樣才叫做對峙 結果你現在都捨棄了 你那個標準在哪裡 你那個煩惱起來 你都不知道 你都沒有辦法去對峙 你說什麼是善法 戒例裡面他講 調府 極善 極重善法 止惡修善 對峙煩惱 要斷煩惱 是行跟面守 問題是我們都丟掉了啊 你有什麼標準 你說沒有 我們要起煩惱 都是我們的標準 不是聖人的標準 所以 這個 根本的止去就會喪失了 你根本就會把 我們就會把這個戒律呢 他本來是第一把武器 這個武器你就會把他丟了 不要了 真的會這樣 我們不能說沒有小小切 不能說沒有隨方便利 一定是有 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自動開關 既然佛沒有講 假設尊者沒有決定 注意這個觀念 表示他是一個自動開關 這個自動開關就是 那個因緣呢 就像我們 北傳的 到北傳他變成一個 一個因緣產生了 大家要來約定屬成 大家認為這樣 好就可以這樣子 穿衣服 這約定屬成 這自動變成這個習慣的時候 咦這裡就是戒律了 結果你如果在做很大的改變 改變 越來越放逸了 好 以後我們自動開關 在自己在一直放鬆 一直在捨 一直在捨 所以為什麼到最後會戒法 會被捨掉 會沒有 加沙變白 或是這個經論 也慢慢撕掉了 這裡已經不是是水方比擬的問題 本來水方比擬也是在社羞的 因為水方比擬不是隨順我們這一方的煩惱 因為他本來意義裡就是說 你在這個時代的 的陰緣 這個環境的陰緣 你有時候要按立 按立還是可以調補煩惱 還是可以維持放恨情境不被極限的 這個才是水方比擬 這個自動開關 他沒有辦法規定 怎麼樣是適合 怎麼樣是對 因為哪一個時代 哪一個環境 他有時候 一些比較不同的 他會稍微改變 他沒有辦法固定 規定說一定是怎麼樣 小巧界也是這樣 他是一個自動的開關 因為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環境 他有那個改變 或是他會隨順那邊的陰緣 可是那個目標都是一樣的 都是要倒歸身心清靜 都是要調補煩惱 斷掉煩惱 這個目標沒有改變 當我們如果隨順我們自己的煩惱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做 目標改變了 這不叫隨方比擬 這叫隨方煩惱 所以我都常常舉這個 又不舉多一個例子 他一個弟子 愛貪吃 我們很喜歡愛貪吃 有些人這樣子 我們法師愛喝茶 有些人愛喝咖啡 有些人愛喝什麼東西 都很厲害 一聞到味道 這是哪一國的咖啡 這是哪一個地區的大玉嶺的茶 這個茶海拔幾千公尺 一聞就知道了 一喝就知道了 太厲害了 你也沒有什麼過失 這有什麼過失嗎 有飯戒嗎 當然沒有 當然他掙不了果 這個 這一道菜 是怎麼樣做出來的 是怎麼樣來 這個煎煮炒炸 他掙不了阿朗果 不過舉多自尊者就教他 以後你吃下去再吐出來 才可以吐下去 以後你要這樣吃 吃飯要這樣吃 你吐出來的時候你再吃 好吃嗎 絕對不好吃 怎麼可能這樣吃法 他就關照 哇 怎麼變成苦了 所以才知道我們自己的修行滿點 才關這個五場 馬上變敗壞了 那個飲食本來是很好的 是我自己吃的 我一吐出來 又要馬上吃吃不下去了 關那個五場 關那個苦 關自己的攀緣心 斷掉那個攀緣 這是小小戒吧 藏衣戒 穿衣服 吃東西 反正我們大的煩惱 不會再去犯了 但是我們去 我們出教人來 沒事也要早事做 否則這一生怎麼過得了 會很枯燥無味對不對 所以要玩弄衣服 要去研究飲食 要找這些下三篇的 比較 反正就是小小的東西 總是還有一個 玩個石頭可以啊 玩個茶葉也可以吧 玩個古董吧 這不是一個大的煩惱 但是當我們小小的盲點沒有斷掉 你就爭不了口味 這就是小小戒 愛穿衣服 愛換衣服 不知不覺當中 這些都是小小戒 但是對這個人來看 他的 执著就是煩惱 就是束縛 是他的大大戒 如果你說都不用了 你沒有看到這個戒相 不想用了 常常犯的那條戒 就是我們的大大戒 不是小小戒 不是小小戒 常常喜歡呢 愛吃啊 愛說話啦 愛說是非啦 愛換衣服 愛吵架的等等 那個就是我們的大大戒 不是小小戒 因為就是我的習慣 所以我們如果都不對治了 那怎麼辦法去向解脫得自在 如果這一條戒我不會去犯 那你幹嘛捨啊 這條戒如果我自己沒有煩惱 不會去犯惱 那何必捨啊 所以我們不要呢 所以為什麼架設遵守說 我們不要對聖人佛所至的戒法 你去增減變動 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個人呢 你相應他想好像一面鏡子在照我們 你可以你可以照見自己 破除虛妄 破除煩惱 那個鏡子就有用了 你要保留這個鏡子所有的作用 他每一條鏡也有不同的作用 你要保留他 架設遵守則是這個想法 那我們能看呢 有些戒我們不一定 是我自己的煩惱 可是是別人的煩惱 你說這個生團 大家都好 我們開會決議 我們這個生團不吃虎啊 不要再講這個吃虎啊 來這邊的人都要吃晚餐啊 不吃晚餐的不行啊 你標心第一啊 要找來訓話 有啊 有這樣的 你為什麼不吃晚餐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觀念 你吃是你的事 我不吃是我的事 為什麼你吃 為什麼你吃我就要吃 你捨掉這條界 為什麼別人就要這樣跟你捨掉這條界 所以這裡也就是有觀念 假設你沒有這個煩惱 你說我吃沒有這個煩惱 那你就沒有這個煩惱 你幹嘛跟這個界有關係 何必捨這條界 別人他可以不吃啊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大的邏輯 我們這樣想 所以我會講說 這是一個自動開關 你說好 有些人會在講 北傳的怎麼樣啊 有些人的生團啊 有些人的生團啊 我們有些小小街都開園啊 懇賭絕地啊 過不死啊 用盡地啊 總總 告訴各位 我剛才講 自動開關 你以為人家放育嗎 人家沒有在對峙煩惱嗎 所以這裡呢 那個才是關鍵地方嘛 如果你放育了 其實那個就是你的大大界 下課 等一下啊 我們把他講嘛 所以申吉利有講到 有兩個比丘 要去見佛 一個比丘 看到呢 水裡面有蟲 他不喝 因為走到半路很口渴了 一個比丘就喝水了 不喝水的 不飲蟲水的 往生渴死了 生到道立天 當天晚上就去見佛 我們把 震出果 另外一個比丘 去見佛 我就問他 你從常那裡來 有沒有同伴 他說有 因為渴死了 不喝水 那這個佛就 呵斥他 說那個死掉的比丘 已經來見我了 所以若不設柱跟 雖共我一處啊 比離我為人 若有比丘呢 於海比岸 能不放逸 精進不懈 色念諸根 所以他能夠 色念諸根 能夠持守這些戒相也好 他在對峙他的煩惱 他不放逸 那連果治的戒他也不放逸 所以離我很遠啊 我常見比 比常近 所以這些呢 八萬四千位以的細形啊 其實 在菩薩界也是講很微細的 所以這裡呢 我們說到底要多微小的 的戒 有些人當然有時候一開始就是很微小很微細的戒在持守 他反而忘了大綱 我說過了不及 現在要講的觀念是說 這個 微細的戒真的有就是 每個人要去觀照 是不是有跟我貪真吃的煩惱相應 那相應那個就不是小小戒 所以戒律的真正精神是止惡行善 自通之法 我不要這樣做 我不要被殺 我也不喜歡殺人 那這個自通之法 和和清靜的 那這個是 都是呢 要調補煩惱 滅除煩惱 達到清涼自在的 所以到最後 我們從聖文界到菩薩界 從子惡修善 還要自盡其意 自決決他 這有沒有辦法去做到 有些在戒相裡面 他是呢 會表露出來的 所以我們 不要把這個當黨劍派 這小小劍是隨反比你 我可以不學 注意這個 這個話呢 會有語病的 他是每個人不一樣的 每個地方不一樣的 每一個時代不一樣的 看二十六頁 看二十六頁 第二 實踐的疑惑 有些人呢 講啊 戒律也是說得到 做不到 有些人戒呢 也做不到 何必再多講啊 何必再多講啊 而且只有佛睡清靜的 就是因為做不到 所以我們還要去學 還要去做 我們讀經論啊 波羅經啊 心經啊 社會不易空空不易色 社其實是空空一色 做得到嗎 做得到你就正果啦 我們還是現在還沒有做到 但是你還不是很會說嗎 寫論文呢 還會很快發表嗎 不是說做不到 就不學了 反而要深入去了解 那所以這裡呢 一樣的道理 每條界 他的開這詞 不然呢 你如果學習的時候 他當然複雜 剛開始好像是古板 這個枯燥 但是如果我們呢 去應用他的時候呢 你看你的深受心法 去對峙我們的 境界的起心動念 慢慢跟這個定位去相應的時候 才會知道我們有染污 我們有攀緣 才會了解到說呢 這裡面呢 可以去制止我們心的散亂的地方 那表示界律從事項上 他很具體 去可以歸納到我們內心的 那這樣就是一種實踐的一個過程 不是更夠實踐的 不管是 重的戒 輕的戒都是這樣 因為它會反映到我們的身口上 那個就是我們內心的痕跡啊 我們的身口表現出來就是我們內心的痕跡 所以三頁的造修呢 其實都是呢 其實都是呢 都可以呢 這個從我們這個出道系啊 都可以去呢 拿捏的 不能說不能夠實踐 而且是心的維繫的地方 我們要解第一地 要知道呢 心體在哪裡 要從相狀上來 把握 心體不可捉摸 但是心相 它的相狀 外相呢 總是可以從那邊去下手 所以煩惱也是這樣 煩惱的根源一下子沒辦法斬斷 但先從煩惱的外相上 先呢 來了解 所以這個也是慢慢呢 從出道系啊 不能說我不能夠實踐 原來我從在家到出家 我們在家 我們從凡夫 我們凡夫的習慣跟思維 我們的行住坐卧 我們的生活習慣 一下子沒有辦法 完全改過來 所以剛開始一定會呢 有點難過 那我們如果這方面比較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執著一點 你就很難過 不是有點難過 因為你很執著 這就是我 我最喜歡的生活 怎麼會變成這樣 你就會很難過 你就會問說 為什麼會指這條出來 那只有你問這個問題 別人沒有問呢 只有你的心像狀顯露出 為什麼這條界呢 我就看起來很討厭 我就做不到 只有你在問喔 這是我們的心像狀顯露出來 不是界的問題 如果我們從這邊去觀照的話呢 反而可以呢 攻入我們內心的深處 不是界律的問題 是我內心常常會顯出這個相狀 所以我很討厭有人 擋住我 說這個飯界 我就很喜歡吃 結果說不能吃 我就很喜歡摸 說不能摸 我就很喜歡自己一個人住 一個人走 說不能夠這樣子 就太太太太 太委屈我了 注意 這個實踐的疑惑 我們每個人學界剛開始 都會有的 但是呢 好好去深入了解 我們一定可以 去掌握它 第三 現代難適用 有些人講時代改變 有些人格格不入 有些借項 今天用不上 何必呢 講那麼微細 講那麼麻煩 我們舉一個例子 在南海基歸念法傳裡面 最高學府 南南陀大學 你看一經三藏 來寫的一些生活 那個借法 那個生活啊 態度跟那個 那個維系的色修啊 跟重視借法的觀念 在南南陀大學 那是重視經論的吧 但是它的借法是那麼維系啊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們現在呢 你說我們呢 要重視什麼 有很多呢 跟我們時代相關的 尤其現在的交易方式 一些是呢 電腦啦 網路啦 手機啦 種種的呢 一些方式 這些方式呢 染污的機會更多了 你對於最境界的迷惑 雜染 更容易了 你那個思維的方式 其實這些在界隱面 都沒有講到的 我們不會去 去去 喜歡啦 具體上講啦 袈裟啦 衣裁啦 因為古代的袈裟是最昂貴的 最值得的財產啦 出家人 都在講袈裟啦 飲食啦 現在誰會 講袈裟啦 袈裟不值錢啦 飲食也取得很容易了 現在都要講呢 iPhone iPad 要講呢 什麼IC產品最先進的 要注意啦 要注意啦 有些沒有自戒的 不一定沒有這條戒 你要從已經自戒的 去反推 依此類推 而不是說實在改變了 那個戒律沒有用 你的智慧這麼微薄嗎 你認為一切智者 佛 那麼笨嗎 佛一定不笨的 是我們自己笨 你不會去推嗎 這條戒呢 原來那時候的習慣 那時候的習慣 最大的財產是他的袈裟 是他的飲食 他最喜歡的 那時候才會了解 這個 種種的購染激險 古今是一樣的 你應該呢 不管個人 身團 你這些規約社修 你下手的地方 你要從戒向裡面 來去得到啟示 不是說沒有這條戒 或是有這條戒 沒有這條戒 我就不用色修了 所以為什麼有些南傳法師 比較不用工的 他會抽菸 有抽菸戒嗎 那我會問你 要有吸毒戒嗎 難道你可以吸毒嗎 沒有抽菸戒 你就可以抽菸嗎 所以這綠血的規範呢 不要流於現代的 不能夠適用了 你就迷惑了 這男男女女 或是這些呢 這個對於五欲的雜染 我們現在更多了 不是呢 更少 如果沒有從古代 智界的 象狀來 依此類推 我們現在應該要設修的 不管是個人 不管是身團 你反而 更容易迷失 你一點點要講 現代的精神是什麼 現代的精神是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傳統古代的智慧在哪裡 其實講這些話都是錯的 好 最後 有些大家自己看 所以我們講 我們修學佛法不離開戒定會 不管 我們偏重在哪一個法上 但是呢 三頁清淨呢 一定是三學要總辭 那這個下手的地方 設修的地方 不可以缺少戒法 而且它可能 是一個很大的 進化我們的力量 我們能夠善用它 尤其在我們這個現代的環境 所以能夠落實回歸到佛的本懷 轉房成聖呢 從四項的設修 到內心的污染 這個條理分明 每一個步驟都不可以缺少 每一個步驟都有它檢驗的標準 戒法也有它的標準 禪定也有它的標準 你有沒有得到波羅波羅蜜多 你鎮入空性 什麼樣的空性 也有標準 不然怎麼會有出地菩薩 惡地菩薩 三地菩薩 那就是它檢驗的標準 你鎮入的中道智慧實相 你得到的智慧實相 你得到了什麼標準 出地菩薩 惡地菩薩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一個檢驗的標準 沒有一個設修的目標 捨棄了 那我們就失去很多智慧了 我們也講業績 我們也講業果 我們出家的業績跟業果 其實就在戒定會上 去檢別了 我有沒有得到禪定 我有沒有得到智慧的開展 降伏煩惱的力量 以後有辦法了脫生死 我說我念佛啊 那你念佛 我們的功夫怎麼樣 對境界的 這種迷思啊 有沒有能力去降伏它 所以這些呢 其實都是呢 當我們先義教奉行 先得到一個標準 一樣的道理 我以後所遠近 我那個標準 我就不會隨便的忽略 隨便的往事 修禪定 讀經 生出正念 我都能夠聊聊分明 政治正念 積極很多資料 所以呢 這個在慶慶道論裡面 也有講到呢 這個汽車 的觀念 在中哈漢經裡面 也有汽車經 它就比喻 我們修學佛法 從戒定會呢 到入這個捏盤 缺一不可 這個 經典上呢 就比喻說 波斯尼王啊 從社會國 要到一個城市 這個婆基地城啊 一天要到達 他就怎麼辦呢 一天要怎麼樣到達 他從社會國出發 乘車啊 到第二車 那個馬車到最後沒有力量 再換第二車 第二車呢 那個馬沒有力量 再衝 換第三車 一直呢 到第七車 才到這個婆基地城 那這個 一天到達這個城啊 這國王呢 就問這個大臣說 請問我是從 第一車 因為第一車 而得到 到達這個城市嗎 這大臣說不是啊 你有乘第二車 你有乘第二車 那我是乘第二車 到達這個城市嗎 不是啊 你有乘第三車 那這樣依此類推啊 一樣的道理 我們呢 所以在阿恩經裡面他就講啊 我們好像要上這個七層樓 我們赤地而上 我們非獨啊 就好像只有戒律 我們因為有戒律 那不是只有戒律 因你在修禪定 因為不是只有禪定 你還要修智慧 你缺一不可 所以我們呢 以戒律固 所以摄利佛也問佛啊 我們是因為戒律的緣故呢 從世尊修放恨嗎 得到捏盤嗎 不是 我們是因為 心清淨固嗎 從世尊修放恨得正捏盤嗎 說不是 從戒律固第一車 心清淨固第二車 第三 我們的支箭清淨的 第三 第四 我們的一概清淨的 我們正天盤嗎 不是 第五 道非道支箭清淨 不是 第六 道基支箭清淨固 不是 第七 道基断置清淨固了 我們斷掉一切煩惱了 不是 你只有這個 第七車 得到捏盤了嗎 不是 所以啊 這個 要 上七層樓 次第增上 這整個呢 山學總池啊 每一輛車都需要的 每一步啊 休學不離道上 都缺一不可 所以 接力非常重要 當我們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了解 禪定 智慧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沒有捨棄 所有的 法 世尊所想的 教法 初善 初善 中善 後善 通通要學的 也就是說 我們在修學菩提度上 一定要有這種觀念 才有辦法 報答世眾恩 自利利他 自決決他 好我們今天呢 就 講到這邊 這個呢 希望我們呢 希望我們呢 這次大家呢 永本精進呢 來熏修戒法 能夠呢 更加增上 對修道啊 這種方向呢 更加呢 有這個 力量 我們 也是因為啊 世尊的 教戒啊 一直的往前進 這些都是 值得讚嘆的 我們也因為呢 各位尼大姐的用功啊 努力啊 我們比丘才一直去研究戒律 或者我們也不會研究 怎麼比丘尼戒那麼複雜 我們也搞不懂 但是因為有各位的 發心研究 那麼多境界 我們才知道有那麼多的 有那麼多人可以對峙的方法 你應該要這樣想 所以我們往正面的 往前進的方向去想 我都一直在講 有些人說 我後面不一定會養的啦 師父要怎樣 你不要想那些 你往前想 你不要往後想 過一天算一天 能夠持戒一天 能夠呢 往佛法一天 你就一直前進了 汽車一直前進了 你不要再想啊 我的車子如果斷掉了怎麼辦 你為什麼都要想負面的 想正面的 我一定要持 我一定要守戒 我一定要好好呢 這個所緣禁的觀法 要能夠一直固定 一直清明 你都要我的念佛 我的修訂啊 我的誦經啊 或是等等耶 我越來越有力量 你往正面的 所以我們 也希望大家 能夠呢 都得到 法喜充滿 一切自在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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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草山法床 正行禅院 共同举办 护国 护士 护明 消灾 祈福法会 恭送 大乘庙法 莲华经 恭请 草山法床 开源法师主法 正行禅院 长灯 长老尼 及常驻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3月21日起 至3月23日 时间 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 法会地点 正行禅院 南投县 普里镇 大康巷 10号 欢迎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礼拜药师保餐 恭请 慧姓法师领众 日期3月24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半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现场备有消灾 超建排位